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啊 咱们就要一起动手去完成一个非常实际 也是非常接地气的项目实战 咱们啊要完成这个人脸检测的项目 那么对于这个人脸检测啊 大家可以把它啊 当成是咱们迈向深度学习的第一步 一个非常核心的也是非常基础的项目实战 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会带大家咱们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整个的项目实战 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打开了一个word文档 也就是说呢 咱们不需要用pbt一步一步去给大家讲啊 在这里咱们所有涉及到的流程 以及知识点啊 我都会帮大家进行记录下来 咱们就把这个word当成是一个笔记啊 以后大家再复习啊 或者说是复现咱们这个项目的时候啊 也可能会用到咱们这个笔记的 那么首先呢 咱们希望 我希望大家先明白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咱们今天要做的这个项目实战 它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这里啊 我打开了一个网页 就是一个face++的API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人间做的一个人脸检测 那么可以这么说啊 人脸检测就相当于 它完成了这么一件事 咱们把一张图像输进来 这张图像里边呢 是带有一个人脸 或者说是有一堆人的 目的啊 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人的脸 给它框出来 我们看这里啊 这里输进来一个人吧 我们画了一个蓝色的框 那么这个蓝色的框呢 它就把这个人脸给它框出来了吧 它可以帮咱们啊 准确的找到这个人脸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之后的项目啊 最终的目的就是说 也是要能够把这个人脸啊 这个坐标 或者说把这个框 给它明确的画出来 这里啊 我先把它来个截图 这就是咱们一会儿啊 最终要完成的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说 检测到人脸框 把这个图放过来 检测到人脸框 好 好